但将大学战略所助理教授黄介正接受本台访问时分析表示 中国大陆愿意就M503等新航路措施有所调整 应是北京对台释出的善意 因为北京绝对有能力和条件 强势且单边实行M503航线 黄介正说 以这个结果来讲的话 我相信北京还是愿意遵循习总书记讲的 两岸一家清以及两岸心灵气和的这个主轴 不要把这个国民党执政的时候的两岸关系 在收尾的时候弄坏 我相信这是北京的首要考量 但黄介正强调 台湾的反弹不完全是心理因素或两岸敌对关系 而是W121等三条连接M503的国内航线的起降点 都切到了台湾的外岛 飞航安全的考量不可抹杀 更重要的是 除了M503在宣布前有跟台湾滋商过两次 W121等这三条航线事前都没向台湾提出 台湾对此非善意的行为必须有所抗议 并要求中国调整回应 黄介正说 这个不是我们的柏林围墙 而是中国大陆在事前并没有经得双方同意就进行宣布 也违反了国际民航组织 这个临街的飞航情报区之间必须互相自商协调的原则 上海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尼永杰接受媒体访问时则表示 国际民航组织以公告划设M503航路 中国大陆就可以实施 如今大陆愿意从技术的角度做三项修正 包括M503实际飞行时往大陆方向西移6海里 并采由北向南单项飞行 而且W121等三航路现阶段不起用 这是大陆本人遇到争议愿意协商的一贯态度 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则声明 国防部会因应新航路的航机动态做适当的应处 并对未经通报进入台湾空域的不明航机 都会依相关规定应处 国军在掌握的部分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那国军站在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立场 我们也一定会善尽职责 但是有些事情的话 我们必须要用一个很理性客观的态度来探讨 罗绍和提到 如果大陆的民航机没有逾越国际规定 任何一个民主的国家都不可能去拦截 否则就是违反国际规定 我没有对它有可能去拦截 我没有对它有可能去拦截